所谓的政党不分区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补足政党 然后让可以为国举财嘛 所以才有今天不分区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 民进党它的不分区 基本上你可以很明确的看得出来 叫做派系共治 派系共治的状态之下 就浓浓的各个派系的角力嘛 那专业代表好像 你没有看到 你只有 有没有政治正确 有没有派系正确 民进党的排法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先说一下 今天陈时中 为什么大家会把他拉出来 见光死吗 目的是什么 仇恨值高 刚刚汉廷通通讲过了 但是你为什么 他会要被拿出来记起 很大一个原因是什么 蔡英文看起来好像就说 我没有介入等等 但是不要忘记啊 他是国王人马 他是武则天人马 他还是蔡英文 好不好 我们那个小英的荣誉总会长啊 不要忘记啊 他的角色是这样子啊 那你今天说今天 他的仇恨值高 跟那些疫情期间啦 然后包含到最近 被拿出来 但是为什么又被编 很大的原因 你记不记得今天 前两天 薛瑞源说了什么 我们现在要降低 护理师的国考资格 然后呢 我们要改善我们的医护环境 他出来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不要 好不好 政治凌驾专业 专业跑去哪里了 台湾的医护人员 是多么辛苦的状态之下 你们要的是什么 过去七年执政 你们有机会改善医护环境 但是你看看 陈时中有改善吗 没有耶 薛瑞源讲出了让基层心寒的话 我们不懂他们不满的地方在哪里 这就是现在民进党 他整个完全不了解基层民生的需要啊 所以好我们来讲一下 看那个林楚音跟范云 这两位我必须说啦 举着 举着性别平等的大旗 30年的政党 现在的男女比例失衡成这样 过去民进党的部分去 好像是没有所谓的连任还是什么 他们有一个时间性嘛 为什么林楚音留着 为什么范云留着 因为他们支持 我相信我的老公 酒色才气没问题 我相信他 范云 他拿着性别平等的高德 棋子在那边挥 但是他只会对谁有意见 其他政党 党内 偷吃婚外情私生子 我们去实质交流 中国小三 通通都晋升 通通都没有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范云可以留下来 因为他可以举着性贫的大旗 蒙蔽他自己的双眼 这就是为什么举着30年性别平等 为国举才却举不出男女平等 平衡状态之下的不分区名单 这叫什么派系共治 政治正确派系正确 你只要派系正确了 政治正确了 你只要听国王的话 你就有机会 这就是现在民进党提出来的不分区 我们能用什么样来去制衡他们 就是政党票 就是政党轮替 就是不在一党独大 一党独当状态之下 哪一个法案民进党过不了 只有他想不想过 所以你看看 政治凌驾专业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的医疗环境 为什么有黑十字的倡议 为什么黑十字要上凯道 红十字是救人的象征 但是现在7年来的 政治凌驾专业之下 他们红十字变成黑十字了 基层心寒了 因为我们的卫福部长根本不了解基层不满的声音 这就是现在一党独大的状态之下 所以你可以看这些不分区名单 为什么拿出来批 为什么拿出来憋 就是这样子啊 派系共治 派系角力 为什么今天民进党赖清德的发言人 为什么他有一个十年前的 他的九色财气的画面被露出来了 派系共治嘛 现在大家为什么我们要说政党轮替的重要性 因为民进党已经开始在分赃了 派系已经在抢权力了 我们要这样白白的送给他们吗 我真的不希望 所以我还是要在这边呼吁大家 2024政党轮替势在必行 必须得这么做 所以我们大家要努力一起共同来去努力这件事 不要再让民进党用政治凌驾专业 大家想想快筛 大家想想鸡蛋 大家想想美猪 莱猪 这些都是民进党用政治凌驾专业 用政治凌驾市场的结果 大家还要这样子吗 所以你看看范云 看看林楚英 因为我是国王人马 因为我可以睁眼说瞎话 我可以没有所谓姓名大旗 我可以为党牺牲 这就是民进党 你只要为党牺牲必有后报 这就是赵天龄 那来看看区域立委好了 现在是高嘉瑜惨不惨 因为你知道已经要到急救的地步了 赖清德一个月帮他站台了三次 赖清德说民党百分百支持高嘉瑜 港湖区也只有高嘉瑜 有办法继续赢得这一个席次 他力挺高嘉瑜列出了三大理由 一 问政表现杰出 二 积极争取港湖建设 三 在立法院问政没有反对过 党内决议 来了 好不好 立刻被周玉寇打脸 他说赖清德被高嘉瑜看准了 是一个可以欺职以方的正派政治人物 不择手段加以利用当中 他说赖主席身边重要幕僚最好多做点功课 把正确资料提供给他 不要害赖富公开说一些让人感觉他一切都很好 我有面对高嘉瑜就出现似乎接近跳电 无法说服外界的话 大选在即我不愿意踢管 赖富身边子弟兵人脉金主关系和高嘉瑜重叠的人 最好脑筋清楚一点不要害了赖富总统 好 所以周玉寇呢就po出他 曾说这是高嘉瑜自己的脸书 2020年4月15号收到一张 第一张国土计划法表决的法单 好 他说这是高嘉瑜自己po出来 他违纪跑票被党纪处分的证据 所以当赖富总统站在他旁边说 他从来没有违反党纪的时候 高嘉瑜心里是惭愧难当 还是偷笑赖富真好骗呢 好 那当然跟他一起分票的是激进党的吴星戴 吴星戴打他打得很凶 而且他还这么说 他说根据台湾激进所做的民调 高嘉瑜应该是这一选区 有史以来仇恨值最高的参选人 很多人甚至宁愿投给李彦秀 也不愿意让高嘉瑜选上 那高嘉瑜当然也有回应了 他就说吴星戴混淆视听分化绿营支持者 他说他的民调 吴星戴民调是个位数 不代表泛律阵营 他说我可以吸收到中间选民 还有年轻选票 他说我会继续扩大得票率 跟支持者的认同 不过回过头来我看到吴星戴说这个话 基金从金进所做的民调来看 宁愿投给李彦秀也不愿让高嘉瑜选上 我才要讲呢 我觉得是不是大家不是拼着 比如说吴星戴他也不是求他自己要选上 可是现在是怎么样 是要想办法拉掉高嘉瑜这一席啊 现在是变成这样 这个绿营内部打起来是真的是咬得很凶 真的 那你看这个上个礼拜 姚立民去当这个赖清德的主委的时候 说赖清德从来不会说谎 然后周玉扣立刻打脸 说你看高嘉瑜明明跑票过 赖清德说他没有跑票 你看 证据都在这 绿营自己狗咬狗一嘴毛啊 那所以你看这个明明对蓝军来讲 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对于在野阵营来讲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在国会过半可以达到政党轮替 那我还是先补充一下前面那个部分区的部分 就我了解啦 林楚英还是会放在安全名单的几率蛮大了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永延会推荐的是李延会 那李延会因为他是新竹在地 那又有这个附加又是所谓的建商背景 所以呢他的这个财产可能会变成是 影响这个民进党的形象 那相对而言 梁文杰最近虽然被攻击 可是其实没有痛不痛 那而且呢这个林楚英 他是获得这个包括蔡其昌啊 这些所谓的党内的立委 尤其是新潮流为主的 反而他被新潮流推荐了 所以相对来讲可能这个赖清德 可能会觉得李延会 又一方面因为新竹已经有了一个老科在里面了 所以他们可能就考量说 可能就不会放在安全名单 那陈时中的部分当然就是 因为他仇恨值真的是比较高了 这个是林嘉隆都说过的 这是林嘉隆都说过的 所以这一波我认为他们的部分去 赖清德就我了解他的作业非常低调 他也没有跟什么派系去沟通 所以呢昨天会议结束之后 到现在各派系很多人还是搞不清楚 可能只有去参与会议的人才知道 那所以到底最后名单开出来 但是大家也不用期待 因为至少八席是跟现任的一样 什么游锡坤 柯建民 什么罗美琳 林楚音 庄瑞雄 那你听到这边你就觉得那哪有什么差 你看他的安全名单也不过十二席 里面就八席至少跟现任一样 那没什么变化啦 其实不会有什么亮点 那至于最后我讲一下高嘉宇的部分 他我都说他的选情就是在加护病房 装叶克膜了 那为什么因为无心带哦 你看无心带他们这种就是讲到 会宁可去投李燕秀 你看他们都讲到这么狠了 这种就叫做反串型的仇恨值的这种说法 他当然不会去投李燕秀 你要知道激进党啊 激进党他反对政党轮替的比例 比民进党支持者还高 他们是真正的彻翼始终 是非常始终民进党的 那在这个时间点 他们可以恨高嘉宇入股 那当然有他的用意 可是高嘉宇老师说 我们自己在港湖地区 像我是住南港 高嘉宇也不是吃素的 高嘉宇的中间选民 年轻选民的这个票 他是抓的 老实说他还是一步一脚印的在跑 那更何况像上个礼拜 去参加一个叫张焕玲的婚礼 张焕玲是谁 张焕玲去年本来要选议员 结果因为李燕秀参选 他放弃了 他是国民党的年轻人 结果被 他原本是一个议员的主任 然后呢后来因为这样好他就退党 他就加入了黄珊珊团队 他变成黄珊珊团队的发言人 那结果呢你看 等于说高嘉宇 跟他那个参加他的婚礼合照 还说我们的心愿都是明年 要让高嘉宇高票当选 所以高嘉宇还是 他的算盘 还是放在白的票 蓝的票白的票 他都还是会去拉的 那至于他的绿 他应该心里很有数 就只能靠赖清德把这个所谓的绿营 凝聚到极致 可是你要知道无心带连选议员都可以拿1万票了 那选立委逻辑上 可能至少1万5起跳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基本上高嘉宇就没救了啦 神仙难救 赖神难救 所以目前看来这一局已经胜负已定了是不是 除非有爆炸性的这个 比如说什么李燕秀发生什么状况 不然我认为很难啦 因为李燕秀是一个很稳定的 长期在地方经营的候选人 所以他的盘是稳定的 那这样的话 其实对高嘉宇就会非常不利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汉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得分第